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和你们分享的话题就是 人生有八大苦 其实佛教说人生八大苦 就算其他宗教 这些都是一样可以用得着的 这八苦人人都有的 是哪八样呢?就是生老病死 这四样一定有 其他的四样其实你都会存在 不过你不感觉到的 就是爱别离苦 怨憎回苦 求不得苦 最后那个是 五云次成苦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生苦 就是说我们出生的时候 不是说母亲怀胎的苦 生产的苦 而是那个胎儿 在十月怀胎里面 困在母亲肚里面的时候 那个形状是卷缩的 是屈在里面 你说这样十个月这样的姿势 多痛苦呢? 这些不说了 当他出生的时候 你有几磅 比如说六磅八磅 有些十磅重的 要经过这么狠窄的生活 你说 这个期间 生出来的时候 这个婴儿是多痛苦呢? 不过他不懂用言语表达 所以他出了母体之后 他就哭了 而且他一在母体里面 他的温度是恒温 一出来外界 热 他受到空气的刺激 同时 接生的人 把他拿起来 大力拍他的屁股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这么暖的肌肤 接受这些触摸 是很痛苦的 所以他出生就哭了 因为他在受肉体上的痛苦 第二就是老了 一个人怎么会不老呢? 就算秦始皇 希望长生不老 也不成功 所以一个人一定会老 而老的时候 不止身体上各种经营 慢慢衰退 令到你天气一转变 风湿骨痛、腰酸背痛 全部都出来了 而至于这个生理上的痛之外 对于女性 她心理上更感觉不开心 因为以前是这么漂亮 现在变成了 鸡皮学法 你说这些心态 他是不是容易接受到呢? 第三就是病苦 可以说没有一个人 不会不病的 弟弟的时候很多 例如天花、麻疹 或者小异麻痹 中年你会有 胃肺羊发结核 老年各种高血压 心脏病都有的 其实科学进步 弱是多了 你以为有钱 是可以治好你的病吗? 但就算治好 你期间也要受很多 病痛的折磨 很多时候 现在不止这些病 还有精神上的不安 紧张 引致精神上的情绪病 轻微一点就是神经衰弱 严重一点就是抑骨症 狂躁抑骨等等 妄想症 人性还会分裂 有时吃药都很难 医疗控制不了 第四 死苦 谁不死的呢? 这个是无人能够 逃避得到的 而临死前所受的 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 当我们四大分离呼吸困难 心里面千言万语 但一句都说不出来 看着你的亲人围绕着你 那种妻惨无比 是不能够容易接受的 所以很多人很怕提及死这个字 第五种就是 爱别离苦 什么叫爱别离? 爱就是你所爱的人 要分别了 这种苦 人生里面很多时候 最亲近你的人 会有生离死别 是人间的惨事 譬如你青春丧偶 中年丧你的子女 是万分悲痛的 不过有些真的不是死别 但因为其他的条件 他要外游 被迫于形势 和相亲相爱的人 是生离 这个也令他很痛苦 所以天下无不散之言直 亲如父子 吉如夫妻 也难得终身相守的 又何况其他呢 所以这个爱别离之苦 也没有人可以避得到 第六就是 怨憎悔苦 这个和爱别离刚刚相反 怨憎 即是你又不喜欢的人 又憎恨这个人 但是悔 对呀 事事相聚在一起 你不喜欢的人 要逼相对 你说多痛苦 但是对于这些面目可憎 言语罚你 又有利害关头冲突 互不相容的人 又偏偏要聚在一起 这些人 令到你每天的心 都很不舒服 希望眼不见为干净 但是无奈你的工作上 社会上 人事上 或者家庭上 你偏偏能够 一定要聚活 能够避开 这些就是 不是冤家 不聚透 那你每天都受着这些煎熬 你说苦不苦呢 第七就是求不得的苦 每人都有他想要的东西 我们的经济力量 如果达不到 你就会觉得 整天都想住那样东西 我想买那样东西 买不到 譬如你希望这个职位 但是你的资力又未到 譬如男女之间 你爱对方 但是对方爱了另外一个人 这些全部是你很希望得到的东西 但是你求极这东西 你都得不到的 所以这些也是一个苦 有些人他得到他的愿望 但是人的欲望是永不止境 得到第一个愿望 他又有第二个愿望 又希望达到第二个愿望 人生怎么能够 每一样都得到的呢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永远是不会满足的 那你说苦不苦呢 第八是五运次胜苦 这个是比较要详细解释些 我会在另一个视频详细解释 在这里只是略略一提 五运就是五音 这个就是色受想行识 这几样东西就是代表我自己 你的肉身 body 以及你的思想你的 mind 两样组成就是我们的五运 五运次胜意思就是 你对于你自己的我执很重 认为这个我是永远不变 但是人生无常 各样东西都是会变的 擦螺之间就会变的了 所以你执着它不变这个心态 令到你永远都是痛苦 所以人生八苦 其实每个每个宗教都能用得着 我们怎么去改善这些呢 就是我们要慢慢在心态上 做到每个都平常心 不要那么执着 至于五运次胜 我会在另一个视频 有机会再详细介绍 所以平时人家说的人生的苦 就是这个八个苦 多谢你们的收听 感谢你们的收听 碎